不是三哥吗 要剪头发 我帮你剪啊 我要小五妹妹剪 不要你剪 没事的 我帮你剪 我剪得很好的 哎呀 三哥不小心手滑 多剃了一点 那就剪短一点了 行吗 一笔东你小心点啊 我会的 我肯定给你剃好 三哥你后面想弄一个胡子对吧 这有点难话 我就给你弄个简单点的哈 行吗 一笔东你看着弄 给三哥弄个小猫咪吧 好了三哥 一笔东你怎么把我头发都剃光了 还有我一个男生 你给我画一个猫咪 小五妹妹你总犯来了 快点剪下头发 上次被迪迪东那个老巫婆 剃骨头了 气死我了 好的三哥 但是我最近有点累 因为小伙伴都不喜欢我了 怎么会 是谁说 心雨落 我如是天使的花 百人断茶 多执着 今后最让人遗忘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 这里跟小五交朋友 为小五加油 这里给三哥后面先画一个闪电吧 然后染一个黄色的头发 再加一点白的 这样就颜色分明了 最后吹一个斜刘海 好了 给你做一个骷髅头 让你总是欺负人 三哥你好恐怖呀 这个东西太可怕了 小五 小声点 怎么了呀 三哥 这个骷髅头 人偶是给那个可恶的比比动作 他等一下就来拿了 臭小五是不是说我坏话 小三 我的人偶做好了吗 我等的花都谢了 女王殿下还没有给你做好 你先等一下 我给你打包装好了 给你 回家以后 千万不要立即打开 要等晚上点上蜡烛 再打开 那时会非常漂亮的 可要记住 哎呦 小三什么时候这么乖了 要不你就跟我吧 天天让你吃香的 喝辣的 比比东 你当我不存在吗 臭小五 现在都没有人喜欢你了 都说你变丑了 不如我漂亮了 小三 你说是不是啊 你比东 我就让你看看小五有多美 喜欢小五妹妹点这里 这里跟小五交朋友 为小五加油 臭小五 穿多好看的衣服 你也是一只臭兔子 小三 快给我的人偶礼物 我要回家准备我的竹宫晚宴去吧 不服就别走呀